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亲伊朗武装组织纷纷表示 如果爆发黎巴嫩 这次爆发战争将支援珍珠党作战 而警告目前已经有数千位的战士在叙利亚准备 恐怕演变成中东第二战场 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23号是爆发了恐怖的攻击 枪手在首都马哈齐卡拉跟沿海城市德本袭击 东镇教跟犹太教教堂放火焚烧跟警方登街枪阵 当局表示至少15位警察丧身 另有平民伤亡 6位枪手已经遭到几避 当局指出这场恐攻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一个精心的猛测 枪声震震几名黑衣枪手朝着教堂不断开枪 而属达吉斯坦共和国23号多地同时爆发恐怖攻击 首都马哈齐卡拉和沿海城市德本 两座犹太教堂 两座东镇教堂 加油站以及领检处都预袭 枪手闯进东镇教教堂对神父歌喉 被列为世界遗产的犹太教堂更惨遭纵火 浓烟冲天 枪手还烧了警车画面触目惊心 大胡子黑衣男手持步枪 当街枪战 劫车脱逃 从白天打到晚上 枪手还杀到警察面前激烈交战 一名警局局长重伤 传出枪手在马哈齐卡拉 还挟持了40名人质 包含神父在内和好几名远警遇袭身亡 两座城市的六名枪手都被击毙 正值东镇教五旬节 枪手锁定犹太人居多的德本市下手 当局指出这可能和宗教仇恨有关 定调为恐攻 并称枪手是国际恐怖组织成员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表示 这场恐攻属于外部势力煽动 试图分裂俄罗斯 还有官员点名西方和北约才是罪魁祸首 而以往迅速承认犯案的伊斯兰国却迟迟未发生 当局正调查当中 并宣布全国进入三天哀悼期 记者王勋报道 俄罗斯练习两天空袭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有监视器拍下炸弹击落 接到瞬间天翻地覆恐怖画面 而乌克兰也展开了反击 像克里米亚塞凡赛塞凡宝 发射了飞弹的时候 碎片散落在渡航海滩上头 导致151位游客烧伤 至少5人死亡 而在中东以色列宣布将即将暂停跟哈马斯的对战 以调动兵力对付黎巴嫩真主导 巨响划破宁静 瞬间飞弹炸落 一阵天翻地覆 俄罗斯连续两天发射飞弹 攻击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酿成至少40 39伤 监视器还拍到 一名女子原本悠闲地走在大街上 下面却有飞弹击落街角 吓得女子双手抱头躲过一劫 由于俄乌对河潭停战没有共事 普丁不手软 持续狂投飞弹 乌军不堪示弱 向克里米亚赛反保发射飞弹 在海上遭到拦截 但飞弹碎片却落在度假海滩 伴随阵阵巨响 游客尖叫逃命宛如人间地狱 俄罗斯国防部指控 乌克兰这次使用了美国提供的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极数弹药 导致严重死伤 由监于全球局势升温 俄罗斯国会议员警告 莫斯科可能会随时改变使用核武的时机 引发核战担忧 另一方面 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破天荒宣布 与哈马斯的对战即将告一段落 他澄清这不代表尼巴战争即将结束 而是为了应付黎巴嫩真主党日益扩大的攻势 双方战争一触即发 至少四个位于叶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亲伊朗民兵组织纷纷表态 愿意支援真主党作战 还警告目前已经有数千名战士在叙利亚准备 恐怕会引发中东第二战场 记者吴江纵报导 美国再度发生重大枪击案 就是俄亥俄州首府的哥伦布市 在当地时间23号凌晨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10人受伤所欲 而其中有人伤势严重 男性的嫌犯在警方追捕之下 依旧成功逃逸 整起的枪击案发生在凌晨两点多 目前犯案的动机有待厘清 而这也是当地的市中心艺术区 一年以来第三起重大枪击案件 至于周末发生 另外一起美国的重大枪击 是美国阿肯色州超伤的枪击案 而其目前伤亡进一步来扩大 警方证实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 44岁枪手已经被捕 犯案的动机有待厘清 澳洲近期凯人事件频传 造成了社会人心惶惶 阿德雷德最大购物中心发生 有人持武器追逐事件 而前的购物中心随即发布了警报 进行疏散封锁 逛街民众惊慌逃离 目前已至至少两人受伤 武装警察举着枪冲进商场内部 警报声响彻云霄 澳洲阿德雷德最大购物中心 传出有人持武器追逐事件 顾客吓得逃生躲避 场面惊险 购物中心随即进行疏散封锁 还有顾客来不及逃出 被困在商场中 在卖场外等候的家人不安地说道 当地警方见获通报 两群年轻男性在购物中心的美食广场内斗殴 有三人持伸缩棍 外船还有人拿刀 疏散过程中 一名77岁富人跌倒骨折 另一名14岁少女也不幸受伤 警方根据购物中心监视器画面判断 三名嫌犯都是未成年少年 目前正尽快将他们绳之以法 英国也出现大批混乱民众场景 旅客在机场内大排长龙 英国第三大机场曼彻斯特机场 23日凌晨大停电 造成大量航班严重延误 甚至取消 机场建议预计从第一航下和第二航下 出发的旅客 在收到进一步通知前 都不要到机场 并与航空公司联络 掌握最新状况 第三航下虽然能正常运作 但仍可能出现搬接延误的状况 记得张怀最好报道 英国极单环保主义组织 停止石油 过去以破坏建筑 化作阻碍交通 等等极单方式来表达诉求 而最近他们家毛头 指向聊行天后台勒斯 非法闯入停机坪 现在他私人飞机喷漆 没想到英国警方表示 他们的喷的并不是台勒斯的一个专机 两万的环保人士 现在已经遭到逮捕 停机坪外 一名行为诡异的女子 隔开机场铁网 冲进去对着两架白色私人飞机 狂喷油漆 这两名不到30岁的年轻女性 是停止石油 激进环保组织的成员 他们在完成喷漆后 相视而笑并拥抱 甚至在社区媒体上发布影片 他们反对亿万富翁 频繁搭着私人专机污染环境 尤其是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 过去就曾被爆料为了约会 到处坐私人飞机处处排探 因此泰勒斯抵达伦敦机场几小时后 他们就潜入史坦斯特机场 停放私人专机的VIP停机坪 想对泰勒斯的专机喷漆 直接环保团体这回糗大了 他们下手的飞机最后证实 不是泰勒斯的 英国极端环保主义组织 停止石油 过去以破坏建筑 化作或是阻碍交通活动等 极端方式来表达诉求 近日他们甚至闯入英国 代表性的史前遗迹巨石镇 喷洒橘色粉末颜料 让其他游客超战惊 这不是错的方法 我认识这不让我 我认识到他们的信息 对此英国政治暴力顾问 计划提出新的禁令草案 将停止石油组织 和其他极端示威团体 列为目标 禁止他们活动 官方痛批 这些组织为达成目的 经常做出犯罪行为 根本与恐怖组织无异 藉章华综合报导 美国太空投属 NASA跟波音公司合作 载人太空船星际飞船 这个月6号顺利 跟国际太空船来做个对接 因为则氦气泄漏 加上有五个推定器故障 导致返回地球时 时间一再推迟 两万太空人 现在至少要等到 至少7月才能够回到地球 而与此同时 大陆跟法国合作天文卫星 发射成功 引发国际强烈关注 美国国家航空际太空总署 NASA与波音公司合作的 星际飞船 本月初成功送两名太空人 进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却频传意外 宣布推迟返回地球的时间 原来这已经是 星际飞船第四次宣布延期返航 这艘太空船 在前往国际太空站途中 便遭遇到不少问题 包括五个操纵推进器 突然停止运作 用于加压推进器的氦气 也外泄五次 种种问题让NASA与波音 不得不执行更多测试 外界强烈质疑 星际飞船究竟何时 才能把太空人带回家 NASA和波音强调 他们只是延后日程 绝对不会有 回不了地球的状况发生 目前推测恐怕要等到7月2日 两名太空人才能返回地球 而就在美国太空产业 遭遇到严重打击的同时 大陆与法国合作发射的天文卫星 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成功 这颗重达930公斤的卫星 由大陆长征二号秉运载火箭 推送成功 正值诸法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 实施了一个重要的航天领域的合作项目 为深化后续的合作 电影基础 西方国家与大陆之间 如此高层级的太空合作 相当罕见 因此也成为了东西强权太空合作 值得关注的重要例子 吉尔张怀宗的报道 最近大陆两海的军用的机器狗呢 引发美方高度关注 因为这些机器狗不只能够侦查 还能够背上步枪 来做一个精准打击 被视为是接下来解放军进行向战的一个利器 机器狗变成了杀人工具 也让美方相当紧张 引发美国众议院议员讨论 也要求美国国防部对于这种武器 在未来潜在冲突当中进行威胁评估 大陆自主研发的机器狗可挂步枪 在操作员的控制下 快速前进 这一个50公斤的狗型机器人 背上自动步枪可进行射击 这款机器狗可以自主执行许多任务 在城市作战中担任侦查与突击 这可是让美国国会进行年度授权法案时掀起议论 众议员纷纷表示 大陆正在部署 携带自动步枪的机器狗 要求美国国防部对这种武器 在未来潜在冲突中进行威胁评估 这一举措清楚地表明 美国真正担心这些机器狗 未来会被解放军应用于实战 从而对美军构成严重威胁 中美角力下不仅机器狗大比拼 AI人工智慧也互别苗头 Facebook母公司Mate平台 已讨论将Mate生成是AI模型 整合到苹果公司iPhone AI系统中 这项AI战略计划在应用程式套件 包括Siri中可整合新的苹果智能技术 并将微软支持的聊天机器人 ChopGBT引入其设备 回答着前进中东与卡达电线商 签约提供AI技术 这项协议标志者回答 首次在中东大规模推出AI技术 这项合约 两家公司并未透露 这笔交易的价格 不过华府为阻止大陆企业 把中东国家当后门 取得最新AI技术 限制向中东出口美国高阶晶片 记者们先陪于北京报道 日本独家媒体在上周末 公布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相关的民调 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 只有10.4%的受访者 希望岸田文雄 9月连任自民党总裁继续执政 另外有36.6%的受访者 则是希望岸田尽快辞职 至于在日本电视台 跟独卖新闻联合民调当中 岸田内阁支持率为23% 是岸田执政以来最低点 比前一个月5月调查 下降3个百分点 同时这份民调受访者 有64%并不支持岸田内阁 另外有54%人表示 希望岸田做到9月任期 建满时下台 更有29%的人表示 希望岸田立即被撤换 今年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 一共有56人来参选 创下历史的新纲 而其中候选人 和和 悠 游 已经呢 以成人片女星裸照 作为了竣选海报 进行了宣传引发争议 日前日本的警示厅 已经要求他必须要撤除 而这一次的那个选举 最大看点是 现任知事小指百合子 以及台义参议员呢 联峰跟这女节对决 被当地民众称为 七系大决阵 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 登记截止 确定参选的候选人 高达56名 创下史上新高 大幅超过上次的22人 也出现了不少选举乱象 不仅有牛郎 喜剧演员 网红参选 还有政党一口气 推出了24位候选人 一途占领海报公告栏 而前奇遇先议员 和和悠悠 主张一夫多妻子 并找来成人片女星 帮忙拍宣传海报 画面中的女性激进全裸 摆出不雅姿势 那其宣传果然掀起话题 虽然警示厅求她撤除 担任裸女的模特儿 也发文道歉 但候选人却表示不服 宣称还会再推出 其他描述政策的海报 现任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 已执政八年 将成为选战最大焦点 媒体分析 小池百合子 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 是56岁的台湾女儿 台裔参议员连访 面对这场女结对决 连访为了争取更多 超党派选民支持 已退出立宪民主党 以无党籍身份参选 现任知事 小池百合子 同样也以无党籍参选 东京都知事选举 将于7月7号投开票 也因此被当地民众 细称为七夕决战 讨论热度创新高 记得张慧总的报道 您认为坚持费核 让卖辽煤电厂演绎 外界炮轰 要是电真的够用 为什么还要卖辽燃煤电厂 继续来发电呢 而我方被统计是 进口俄罗斯煤炭 全球第五大的进口国 平均每个人买煤量 更是高居全球第二 烂局炮轰 正值俄乌战争 政府等于 使用乌克兰的血 在发电 网友也算 有核电 不用去买煤炭 根本要百姓用费来发电 您尽量坚持 搞费核 却频频停电跳电 现在不只要让卖辽煤电厂演绎 还被统计从俄乌战争以来 中华民国是全球第五大的 俄罗斯煤炭进口国 购买俄美出户量达到百分之五 花了新台币大约 一千一百二十亿元 平均每人买煤量 更是高居全球第二 连增百分之三十一 依赖度还从 二零二年的百分之十二 增长到二零二四年的百分之十八 多少次强调 我们跟民主争影站在一起 绝对是大力挺 乌克兰 结果现在你 让俄罗斯赚了钱 再去打乌克兰 等于用乌克兰的血 来发电 网友狂三 真的是太没关系 史上最好 停个力道只抢劲实在有够讽刺 为何费到最后赞助俄罗斯 有核电不用去买煤炭 根本是叫百姓用废发电 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大家的发电方式 就是火力全开 然后不择手段 连俄罗斯的煤都要买这么多 就是因为没有电 未来我们的能源结构 就会是九火一律 甚至是火力发电 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的情况 形同全民用废发电 虽然政府强调电绝对够 但是蓝军之一 要是电够 为什么要让麦了电厂演绎 而且用燃煤发电 排放大量 PM2.5等空无物质 根本是汉精英排探 你这走 民进党政府 你们要一直死抱着 反核神主牌 最后的结果 就是我们所有 包含人民健康 国库 产业发展 甚至台湾的国际形象 全部都赔上了 燃煤发电的话 如果东西品质变差了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应该还是去考虑一下 核电厂的研议 政府坚持废核 却反倒狂用 污染大的美电 外界不禁好奇 难道天大地大 都不及民进党的 废核神主牌大 就是用陈珍采访报道 当中赖金呢 在上午宣布 针对了国会改革法案 要向宪法庭申请 室宪已经暂时处分 在党炮轰 听证调查 现在都在查并案 难道人民都没有值得权利吗 究竟要求官员 不要说谎隐匿 是哪一点违反宪法呢 网友狂酸 到底是守护宪政 还是守护弊案 在保护贪污 还是在保护百姓 为了反国会改革 行政院提出复议案被否决 没想到现在换总统赖清德 亲自出手阻挡 国会理当改革 但不应该任意扩权 方式更应该合法合宪 我将向宪法法庭 申请四宪暂时处分 确保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 保护人民的权利 在党之一 国会叫官员不要说谎 隐匿到底哪里违宪 这一次国会改革法 不少都是民进党 过去法律专家和学者的主张 又为何违宪 陈水扁 顾立雄 林嘉隆 柯建民 包括你赖清德 这么多人提的国会改革法案 到今天变成你口中违宪的法案 不是以前的民进党是宪法白痴 就是今天的民进党是宪法白痴 政府说是要守护宪政 保护人民 但向美国前白宫资深顾问班农 因为藐视国会定罪 被判坐牢四个月 难道美国就是民进党说的 毁宪乱政 践踏人民的极权国家吗 网友就炮红笑死人 守护宪政 从买疫苗都买鸡蛋 动辄几十亿 资料全部涂黑 你是守护宪政 还是守护毕业 你在保护贪污 还是保护百姓啊 甚至类总统 还是要跟在野党喊话 无论四线结果为何 朝野都必须尊重且接受 大法官还没有做出 四线结果之前 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 连军炮红难道执政党贴了心 就是不让在野党 有半点机会查 过去八年毕业 包括两兆的封店的弊案 鸡蛋快筛 包括口罩 人民没有吃的权利嘛 人只要心里没有鬼 应该坦然面对所有的调查 不要提出暂时处分 国会改革被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说是在野党侵害民进党行政权 搞到政府没钱可花 没政机 让他们2026跟2028输掉选举 网友狂吐槽 这是不小心露线 讲白了你民进党 选举就是拿国家的钱 就证明了 民进党都是用政府钱来选举 供系试用 拿钱养网军 史上头一回 包括总统在内四个机关 可能同时申请试线 民进党请全党之力 狂党国会改革法 北京好奇 究竟是有多少弊案 这么怕被摊在阳光底下 记者张佣子 曹天涵采访不到 国人的用药期是健保署统计 112年的健保给付当中 药费达到2431亿元 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药物 是以锡安分成分的一个止痛药 达到了898万人次的一个使用量 另外药物用量糖尿病的用药 起年高达了6.4亿定 也创下用药排名第一 背后的原因带您来追踪 生命吃药几乎都会附带一颗止痛退烧药 未复不统计 112年健保给付药费达到2431亿元 占健保总额27.35% 相较去年增加114亿元 更是近5年首度增加破百亿的金额 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药物 是以锡安分成分止痛药 达到898万人次使用 未列第一 从有这些免疫负债的 再加上现在的新冠药 应该是第二波的流血 那流感也在流行 那一般病毒也很多 还是有很多人感染 所以现在使用量是很多 另外药物用量排名第一 则是糖尿病用药 全年高达6.4亿定 接着是促进排便药物3.6亿定 还有治疗胃酸过多药物 并列第二 另外还有多款降血压 血脂药物也列入前20名 而且关于治疗三高药物 像是糖尿病药品给付 从108年157.6亿元 112年新增到203.8亿元 增加幅度达到三成 是所有药物中最高的 因为人口的一个高龄化 所以导致慢性病人数增加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近年来也有收拾一些 新的作用基短的糖尿病 这些原因都可能造成 我们糖尿病的用药 趋势有增加 除了常见药物 新药给付也在112年 达到235亿元 占总申报药费的一成 新药给付的脚步也加快 来应对不停变化的疾病趋势 就杨洁王一婷特别报道 不少人希望考取铁饭碗 工作稳定固定调心 不过最外界很担忧的是 未来考试恐怕越来越不公平 原来考选部宣布了 去年开始公务员考试 新增的是口试 而且这个口试还占总成绩30% 不少网友怒批 公务员居然也要进过面试 太主观恐怕会有黑箱的疑虑 想抽个铁饭碗 盼工作稳定 不少人耗费多年 努力准备国考 但过去都是笔试定胜负 未来却得加上口试环节 不少民众认为 恐怕有失公寓 我也觉得 这样会比较主观 多少都会 因为你口试的题目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认识的人 这个都不知道 都会有很多问题 现在连公务员考试也纳入 有民众认为恐会越来越关系化 要是考生自我介绍 特意提及自己的爸妈或亲戚是谁 制度不公 可能有黑箱疑虑 原来考选部最新公告 公职专机人员 14类科考试 去年开始并采比试与口试 其中比试占70% 口试占30% 再看总成绩则又录取 网友纷纷不满 考公务员好处就是不用面试口试 结果现在又这样搞 不会把口试变成比试题吗 直接考试进来 是要工作的也 又不是学术理论 民进党一堆约聘 走内定 现在连相对公平的考试 也要这样搞吗 新增面试的空间 的确会让你觉得说 是不是又有上下其手的机会 增加这么大幅度的口试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的确会怀疑说 会有更多这个走黑箱 跟有关系就没关系的情况发生 考选部则说明 透过口试 可以观察应试者的仪态 口语表达以及应变能力 评估是否适任 口试部分将会持续精进 但外界担忧 黑箱作业 公务员考试公平性 怎么维持 相关单位 恐也得找出解放 记者中文杨清炫 台北报道 下期新闻中文 来关系的是 把费吃到宝 居然是海盗发明了 但它是兄女发明 废物在利用吗 锁定下期新闻 马上再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天电视 下期啊 中天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这就是我们台湾2017年这一次十大网络的行动 起来的对我们两岸互相影响的地方 这里渠道四个雇产平处 那么我的右手边呢是土豆腐加水金融中心 表力是平田地产 现在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呢就是这个台湾可以说是到你最出名的台东池上山 我说话应该叫做麦托旧的最出名之后除了你以外 最出名之后也没问题 六月份亚洲新心情 本月份去现做的朋友们工作运将会逐渐攀高 决策力与竞争力都会增加 不要错过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很多人喜欢把费吃到饱 而牛肉海鲜身里挑 脖子自己炸的吃饭模式居然是海盗发明的 还有普世蛋挞由来居然是被丢弃蛋黄废物里用 东坡肉 北京烤鸭各种庶民美食 由来恐怕都让你印象不到 超浮夸海鲜塔龙虾吃 不用怕螃蟹 鹅辣生鱼片 想吃什么自己夹 现代人超爱Buffet吃到饱 没想到这居然是海盗发明的 上菜的速度根本跟不上海盗们吃的速度 海盗几百个人一起吃饭 常常为了食物分配不公平吃到超火大 最后干脆全部摆出来想吃自己夹 慢慢演变成现在的Buffet吃到饱 普世蛋挞则是葡萄牙的修女发明的 古时用担心洗衣服剩下一堆蛋黄 想尽办法废物利用做成美味蛋挞 再由英国商人改良 成了热卖全球的澳门普世 北京烤鸭出炉上桌 现场骗出鸭皮鸭肉 这可是朱元璋最爱天天都要吃 但北京烤鸭其实是从南京来的 明朝前渡北京挖走很多烤鸭高手 南京烤鸭从此变成北京烤鸭 臭豆腐酥酥脆脆又香又臭 但发明臭豆腐却是个意外 清朝一名举人 豆腐做太多怕坏掉 烟漬封存 结果放太久等响起来一打开 臭气冲天熏死人 臭豆腐均成青龟色 尝上一口 全面藏了一股耐人寻味的香气 香喷喷的东坡肉 相传是苏东坡发明 但原因竟是太穷了 只吃得起便宜猪肉 却因为有怪味 没人愿意吃 租室改良烹饪方式 发明东坡肉 美食起源超意外 海盗抢食变成巴肺 蛋塔式修女发明 豆腐发臭 居然更好吃 让人万万想不到 记者综合报道 暑假即将来临了 不了家长会安排全家出游 不过传出最夯的玩法 就是亲身体验科技感 超女真幻境 不管是外太空的宇宙 还是侏罗纪世界 或或者是其他惊险 飞车的元素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沉浸体验 异世界蜂丸 加尖叫 超逼真侏罗纪世界 下来大人五光十色 绚丽场景转换 也让小朋友看花跌倒在地 犹如身在异世界 好像真的那个东西跑来你面前 但是很活泼的场景 活泼然后很有视觉感 生命绚烂的太空 惊险的飞车之旅 各种奇幻主题 让大人小孩玩疯了 这处奇异元素的幻境 就在大陆南宁 不用戴3D眼镜 就能沉浸式体验VR世界 这个颜色它的彩色度 蛮自觉化的 所以小朋友就应该 那个自觉的印象感应该蛮不错 720度玻璃剧场超大一幕 让游客神力其境 暑假将至 除了奇异酷炫好玩的幻境 炎炎夏日餐厅出奇招 直接在地板上投射动态的海浪影像 让民众排不停 超刺激的六轴机器人 带领游客穿梭进入宇宙 探索能源超科技感的玩法 台湾也有 就在新北半岔一处体验馆 人气超寒 让这暑假有多一个放电好趋出舞 记者韩之行会费 台中采风不到 暑假就是出门游玩高峰期 而很多地方提出高峰游玩设施 真的是可怕又刺激 让游客一踏上木板立刻飙泪哭喊 不过惊险度因为很高度 更是连专业的工作人员 最后也笑到是频频腿软 大陆高空游乐设施 真的让人吓破胆 因为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工作人员应有搭就腿软游客不料 靠着救命木板工作人员完全不顾客人 很难看的爬了回去 自己还不断瑟瑟发抖 游客园底哭天喊地 终于来了一位靠谱英雄营救成功 这边游客同样吓到屁屁怅 我还怎么吓 物财工作人员的脚下到腿软摊坐 紧抓脚下木板 女游客全身抖抖抖 我真的要吓我 我真的要吓我 我真的要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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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吓到眼睛圈闭上了 乱抓的结果不只是满头金猫 连鞋子都被拔下来 大陆还有些地方聚高镇 绝对不能去 说泰山专制嘴硬 华山专制命硬 脚下木板宽度不到30公分 只有旁边定着钢索 当作防护措施 游客面目猙獰 双腿不停指挥的狂抖 因为底下就是2000米的悬崖 精神程度绝对会让人吓破胆 记者杨桥贵轩 大陆从头报道 大陆最近不少年轻人 误入了市长辈旅游谈 但是有意想不到收获 不断价钱超级便宜 酒在沟四天三夜 包吃包住只要台币880 还被钢团闯疯狂的喂食 还有机会被推荐工作 甚至还能够介绍交往的对象 让年轻人趋劲若物 一群人在饭店内披着毛巾 搞笑耍宝 仔细看 只有带头的是年轻人 其他全都是长辈 原来就是大陆年轻人的新女友风潮 加入老年女行团 我这都最小了22岁 大叔第二小了是我们大友 44岁 22岁的男子 勿抱了老年团去三亚玩 却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路被当成团宠 被不断喂食 大叔年轻集中 谢谢 祝福阿姨好相处 大家还能打成一片 这位也是参加长辈团 一碰面就是称赞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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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我的不好意思 沿路吃的喝的 通通都先给他 到景点大姐展现摄影素养 拿出丝巾帮他拍美照 还会摆拍各种姿势 他们的拍照姿势 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多 六芒星 老顽童其牛 美人鱼 一趟酒在沟行程 四天三夜 包吃住 车资和门票 只要台币880元 价格超低 通常还正从报名客 米面 油蛋 而且长辈许多城市企业长官 可以推荐工作 甚至还能介绍交往对象 有人另一半 真的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大呼 参团简直是挑选公婆 遇到纷争 他们还很善于谈判 不太受委屈 难怪掀起年轻人热潮 大呼一起出去玩 记得站一按照报道 毕业后 有人选择升学 有人选择就业或是创业 而且还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选择大陆就业市场 寻找新的机会 在新竹长大的吴若鱼 以前就很爱骑重鸡 在焦大开始做农业研究 现在她在大陆从事 是农业科技特派员工作 而且也因为这份工作 让她开拖拉机梦想实现 她是吴若鱼 是到地新竹长大的焦大女孩 我在台湾是焦大的 科技管理研究所毕业的 也从事过农业研究方面的工作 来到平潭后就任职 在这边的化妆品公司 有因人机会的 从事了这边的一个 社会服役性工作 他叫农业科技特派员 从焦大的科技管理研究所 毕业的吴若鱼 可以说是稳稳的科技人 在台工作时 有14年往来大陆的出差经验 也因此看好大陆的农业发展 8年前决定到福建平坦 从事农业工作 也成为大陆拖拉机考照的 首位台湾人 我们参与了拖拉机考证之后 也试着去了解 农民在田间市 所有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感受 更好就跟他们做交流 一个来自台湾的女孩 要支撑前往大陆工作生活 第一想的是住那里的问题 我们在平潭这边工作 需要获得政府相应的 一些人才引进的 一些政策以及保障 像住房的保障 我们都不会需要 防恼这个租金的问题 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些生活 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家景 只要是透过他这个 人才引进的管道 通过一个认定 他就是按照你的学历 经历 以及各方面的一些岗位条件 那来做很相对比认证 像吴若宇一样 每年台湾有许多青年 到大陆就业找机会 根据行资行情 及大专生就业导航网统计 2018到2023年 近5年台湾的大专毕业生中 有4%会选择前往海外 其中以大陆最多约1.2万人 而大陆在2023年提出 福建两岸融合示范区之后 持续透过推动放宽市场准入 扩大金融服务等等优惠措施 让台湾人往来两岸 在求学实习 就业创业 生活安家 就业养老 司法服务上 得到更便利的服务 福建实际推进对台胞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固域化 便利化 相反建设政策最开放 服务最贴心的第一家人 比如 我们全力推进台湾居民居住证 口案办 提出办 便利用的多数 让全省一千多个公安物体传统 和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寿命点 我们不断地优化 在美台胞之力 申请就读中校学 和公立诱委员的入学流程 落实欢迎就读 一事同仁 就进入学政策 推动台胞 移动自己变利化 升级台胞 银行卡 盗区研程 保护 八卡 福建作为两岸交流深化的示范区 在距离上 文化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门南跟台湾 基本上 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性 所以以福建作为一个示范区 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把这个地理之变 都是原 方便 接地气的来 看到福建示范区的一个成果 人才是流通的 当世界各国都在以开放鼓励措施 吸引优秀人才前往发展之时 求财若渴的台湾 能否抛弃意识形态的枷锁 提出更有力的政策 鼓励两岸人才的往来 正接受人民的考验 中天亚洲台纵头报道 手机市场越来越竞争 即苹果宣布跟OpenAI合作知乎 之后呢 纳路的科技巨头华为 也举办开发主大会 宣布推出自家生产的 纯雪鸿蒙作业系统 正式的脱离Android系统 大会像头秀出手机制 会助理AI体验跟机器人 超强的功能 我感觉有点口渴 你能不能给我点喝的 我可以把它拿给你 有如电影里的AI科技机器人 听得懂人话完成任务 看称科技界春晚的 华为开发者大会登场 秀出这台名叫夸富的AI机器人 不止地水几掌还会搬运跳跃 甚至洗衣 煮饭扫地 家世生活一把照 最大原因就是搭载了 华为最新推出的人工智慧 盘古智能大模型 开发者大会中 引人注目的还有它 ArmonyOS Next 全张景智能操作系统 是一个源自中国 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 为了从Google安卓 和苹果iOS之间 杀出血路 华为脱离安卓 打造自己的作业系统 纯血鸿蒙 手机内到外系统 同一个生态 打通多种设备 智能助手小易 也全面AI升级 对比一下问界M5和问界M7 向小易提问是 它是可以直接生成表格的 这个还是投一回见 目前已有超过五千个APP 加入鸿蒙生态 包括龙头 微信 抖音等大陆主流APP 不过有业界人士担心 鸿蒙脱离安卓后 很多海外APP 就无法在鸿蒙上下载 恐怕成为消费者却步的原因 不过苹果仍积极抢攻 大陆市场 手机平板将导入ChatGPT 但是因ChatGPT 无法在大陆使用 促使苹果要寻找大陆合作伙伴 传出正在跟百度阿里巴巴等谈判 期盼苹果AI能走进大陆 记者李星宗报告 未来汽车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呢 有车厂做出概念车 提前让车子亮相 BMW呢 做出世界上第一台会变色汽车 全台全车助控 还有车上有秘书 ODI呢 概念车子可以当跑车叫车 叫跑车 甚至皮卡一车多用 雷诺未来车根本就像是变形金刚 不只会变换大小 还会配备眼镜AR仪表板 AR地图全部浮现于空中 让人可以说是 大开眼睛 车身不断换色 甚至还会闪烁 宛如灯光秀 这是BMW未来概念车 是世上第一台会变色的汽车 看起来 这不是完全狠狠吗 外壳配备电子墨水 能变换32种颜色 用手机就可以操控 要下车不用找门把 因为全车触控摸一下就开门 车子本身是AI秘书 朝他挥手就会开门 不只可以对谈 甚至还会搞怪做出车子 上面是跑车 坐舱是轿车 底盘是SUV 奥迪这台概念车 融合多种车型 加上机械提高底盘 一车多用 想开车的时候 还会很嬉花地降下方向盘 车上还配备专属眼镜 AR仪表板 AR地图 瞬间浮现眼前 雷诺的概念车 可以变换车型 离变形金刚又进一步 可以伸缩的轴距 还有折叠中控 都是它的特色 剧驾驶座椅 可以自动翻转面对后盘 日本有企业为了庆祝开业 破百年打造了这台 全自动驾驶 连方向盘都没有的概念车 车顶车窗融为一体 用全透明玻璃设计分体式车身 两个座椅加上小板凳 根本就是户外小凉亭 欧洲品牌也推出7人座电动车 预计2026年能产出 要价飙破230万 连后照镜都变成摄影镜头 没有逼住对开门设计 让乘客上下车 更方便 甚至还有哄娃画板 蔚来车功能超酷炫 变色车壳车内秘书 AR仪表板 高科技设计也让人大开眼界 记者综合报道 下期新闻的重点来关注 就是阿伯在车厢当时的健身房 脑袋肌肉 脑袋 锁定下期新闻 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2 1 2 2 4 7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夜之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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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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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